我現在看到一個跟我那時候在韓國 用的蠻像的一個機器 就是它有很多一條一條的 很像章魚這樣子 還蠻燙的其實 感覺有點像上仙台 超燙的耶 天啊 Oh my God 出事了阿伯 哈囉大家好我是ID 歡迎來到加拿大學的日常 那今天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就是我要去改造我的造型 從我從之前有一支影片 從韓國回來後 基本上就是每年換一個設計師 就我會給他一年的時間 把我頭髮都剪掉 然後照他的方式 就是弄出他覺得適合的長度 然後我會給他一次燙頭髮的機會 那通常就是悲劇 然後再換一個那個新的設計師 就會說 喔你這個頭髮啊 上一個把你燙壞了 所以你要再等 要慢慢修 然後再來又花了一年的時間 保養頭皮啊 blblbl的 然後最後給他燙 然後又燙壞了 然後換下一個這樣 無限循環 你不要偷笑 因為像我之前也拍過 就是兩三支跟頭髮相關的影片 那我就是就直接把我之前 我覺得我最滿意的那支影片 直接給我的設計師看 然後跟他講說我要跟這個一樣 你要好好燙 但是我沒有跟他講說 這個一直換的過程 我怕講得他太緊張 奇怪 我們是走錯路了 我們應該往這邊吧 對啊 你在那邊 我跟著你走耶 你真的很不給力耶 原本今天早上 我是有一個尾牙的case要談 後來改到禮拜二 所以剛好這個機會 就是帶我老娘去吃早餐 現在自己出來工作來談客戶 其實外表的打扮是非常重要的 關人家做行銷 你自己都沒有把自己的形象行銷好 那誰會理你 對不對 對 很有道理 輕易吃早餐 期待一下我等一下去燙髮的過程 這忙也要跟你吃個再來咖啡 那你想要我剪什麼樣的髮型 韓式 你喜歡韓式嗎 對啊 那你最近不是在追陸劇 韓式不錯 我以為你會叫我走那種 陸峰 我跟你講陸劇有很多也是那個 韓風的髮型 真的喔 都很好看 欸好 不然我們做個約定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幫我付錢 誰管你 快點啦 認真 啊不好看我自己付 好 啊好看你幫我付 那我一定說不好看 不一定啊 搞不好我會看你的第一直覺反應 啊好看你要幫我付 好 好 說好了 好 OK 其實給我媽出來有一個好處就是 可以無聊的時候凹她一筆 而且老娘她還蠻無聊 她通常都會答應 這麼虧的生意你也會答應 你真的是 不要說你以前是生意了 有人陪吃飯總是比一個人吃飯好 哇 會賣咖啡 喝喝看啊 Ch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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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囂張了這個 對啊 還坐在人家的那個 還不跟起來 還不跟起來 羅馬探險 跟 藍色大門 我現在要來剪頭髮啦 就在前面 一整個大遲到 等一下要給設計師施壓了 他感覺應該會很緊張 先來拍個 before after好了 這家店就是之前 蠻常來拍到的一個片段 在建國北路上的 換Sherry 想這樣子 其實因為我帶來這家剪頭髮剪頭髮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還沒有看過我設計師拿下口罩的樣子 等一下看有沒有機會看到 我有沒有機會看到你沒戴口罩的樣子 不要吧 我現在又弄你化妝了 我有看你就是給我的那個影片啊 它是比較就是中分 然後這個地方可能會把你碰 碰一點 好 對 然後它是這樣 因為你說你 對你來說很好整理 我有聽到你講了 你非常care的那個 很好整理 要好整理 所以我就 我有研究 我真的有去就是研究 哇 有做功課 對 有做功課 欸 我壓力很大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壓力很大 其實我還蠻期待 如果說真的就是 這邊可以弄好的話 我最後就不用定期飛行 就可以省很多錢跟時間 我現在看到一個 跟我那時候在韓國 用的蠻像的一個機器 就是它有很多一條一條的 很像章魚這樣子 還蠻燙的其實 感覺都很像上仙台 超燙的耶 天啊 Oh my God 出事了阿伯 沒事吧 應該沒嚇到你吧 有有嚇到 我剛剛還很開心的想說 哇 那個 跟韓國那機器好像喔 一定會成功 你做很多功課 哇 對 我頭髮要燒起來了 現在真的有帥嗎 怎麼那麼好看 這個我就不會剪了 好啦 完成啦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蠻好看的阿 感謝阿 我們現在就是弄完了 你覺得你滿意嗎 滿意阿 我覺得八成的像 我覺得蠻像的阿 可是我一開始看到我覺得超不習慣的 我自己開始質疑自己的那 當初選的髮型你知道嗎 之後就是看我回去的時候好不好整眼 阿不好整眼的話再來找你算帳 好 OK 好啦 謝謝阿 謝謝 那就應該是明年可以繼續多指教 好 抱歉 抱歉 大遲到 喝三杯就好了 好 我等一下請代駕 不要啦 請喝飲料 阿你耶 你有開車嗎 我有啊 完蛋了 我遲到九十分鐘 趕快吃 好不好看 好不好看 我的新髮型好不好看 我跟原體不能在一起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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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看 這個是新造型 沒有啦 就跟之前韓國用回來的那個一樣 怎麼用蘑菇頭給你看 阿好不好看阿 好 兩千五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